酒台缝纫机移交到 施拉阳缅甸难民宗教学校 尊出缝纫机的 释访之业老板李贵英 他也是慈祭之工 我政策要卖出去也便宜便宜 导不如我想到培训他们 然后我的政策也有利用的价值 recycle这样 也是有个手艺来找钱去生活 施拉阳缅甸难民宗教学校 学生人数从当初的七十人 增加到如今超过两百人 现在我们在布达布达布达斯拉拉麦 除了加工婴儿服 低年级的难民孩子也可以参与包装林工 有了缝纫机 未来将可以以工代振 难民宗教学校自力更生之余 孩子也有一技之长 大爱新闻林延军 刘婉俊 马来西亚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学生